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血解精 仔细清洗 拔去表面细毛 又迷迷的鸭子被放进大陆锅中 另一头也有大功臣 师傅启动空中缆车 吊起大锅子 神秘嘉宾现身 爪子 鸭翅 猪耳朵 壮观的入味裤部倾斜而下 师傅一个个正气分类 等待主角 同台分场 经历一上午的独门沁卤 肥美鸭子又如会飞出狱 皮肤散发 水润光泽 风雨体态 甜香诱人 经过凉风吹拂 缓解体热 还得口开肚子 不能把它切开 那个烟才会跑进去 方式卤还不够 烟熏更能增添层次 透过下方铁锅的针织 鸭肉跟着大家伙们 一起送进蒸箱 接受第二阶段 盖头换面 两阶段制成改造的鸭子 还得经过专业做鸭手考验 把各个部位分切成块 有些幻化成卤味药角 肉鸡鲜嫩 皮薄带香 有些蛇皮冬粉偏色 清爽作味的汤头 飘着香油气息 沾染鸭肉烟熏鱼韵 层次简单 滋味多元 承载着第一代老板的口感